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就來看看這個叫做家人工的情況是怎樣? 現在疫情就已經是搞了接近三年了,有機構就調查大灣區城市的薪酬趨勢。 預測,香港在2023年的薪酬加幅就會跟今年差不多,大概是3%至3.3%,也是要視乎即期的。 加幅的幅度是比廣東省城市比較低,而明年薪酬加幅最大就是廣州,有5.2%至5.8%,而中山都有5.3%至5.7%。 加幅最少就是澳門,只有1.2%至2.7%,當中就無包含博彩公司員工的薪酬情況。 這個研究是由浸大及香港人財管理委員會合辦的《粵港澳大灣區薪酬及福利調查》, 則調查了香港、廣東及澳門分別有97間、158間及26間企業有參與調查。 剛才說的幅度最高就是廣東,而在澳門來說,有26間是來自非博彩行業的機構裏面, 有8間是表示不會加薪工,有一間是減薪,其17間會加薪,2.4%至3.9%, 未來預期加薪,整體是有1.2%至2.7%,是大灣區9加2的城市裏面最低。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,你26間這個數是不足以代表澳門的, 和你亦都沒有將博企的薪酬放進去。 如果你是將博企放進去,和你的基數大些的話,這個數是會更加差的, 甚至乎是連加薪也不會有1%出現到的,因為基數太低了, 你只要隨便找幾間有加薪的,拉起來沒有的, 基數已經是變成可以加薪的了。 而在應屆畢業生的人工方面, 香港大學畢業生平均的起身點亦都比較高, 介乎16000至18000, 廣東省有人民幣5,985元至7415元, 其中以研發行業人工最高, 大學平均入職有7415元人民幣, 人力資源及行政就是跑最後, 平均起身點就是5,985元, 而其實這樣看,香港人工高於澳門現在起身點, 澳門的人工可能已經是要去到6656元, 甚至乎你做份文職7500-8500元一個月, 但是你看回廣東省的人工可以有6000元人民幣去到7400元人民幣, 雖然人仔的匯水跌了, 但是你計算下去, 好像都好過澳門, 但為何會好過澳門呢? 好簡單啦, 你想一下大陸生存成本有多少錢? 大陸吃頓飯和澳門吃頓飯的價錢都已經不同了, 租屋成本亦都是有不同的, 當然你如果用6000元人民幣這樣算, 澳門打工會好些, 但你一點可以看到, 澳門來說可能人工水平是慢慢起身點, 會被大陸追過都不一定, 因為我們的賭業萎縮, 如果賭業繼續萎縮下去的話, 這些起身點人工可能更加低, 低到無限接近6656元, 因為很多人現在請人在試市場, 人工是幾低, 只要人工是被他試到, 原來7000元都可以收到百幾二百份理力, 那當然不會出到8000元請人, 省得1000是1000, 可能以前的, 14000元請一個民員普通公司, 但現在7000元請到一個, 即14000元請到兩個, 那對他來講他寧願請兩個, 好過14000元請一個, 就算兩個回來和他玩鬥地主, 他覺得都是賺的, 行不行, 所以這個這樣的調查, 我認為是不準確的, 因為澳門方面的基數實在是太低大小了, 好啦,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篇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